由中共当局基金背后支持的投资机构将以12亿美元收购限于破产困境的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洛杉矶到齐队 有关收购正等待美国法院的判决 消息引起中美舆论的讨论 有评论指出这可能是中国版的洛克菲勒中心收购案 意思是指中国将有如日本一样在收购后经济马上一蹶不振 洛杉矶时报9月2号报道 有知情者透露洛杉矶马拉松协会创办人比尔伯克 已向洛杉矶到齐棒球队的拥有者弗兰克·麦科特发出收购文件 出价12亿美元购买这只财务状况惨淡的球队经营权 有关交易需得到美国棒球联盟和破产法院的批准 整个交易将以现金收购方式完成 到齐老板麦科特因为深陷离婚官司 而使这只传统禁止财务窘困遭到大联盟代管营运 今年6月到齐棒球队向美国地方破产法庭提交了破产申请 富比士杂志报道 麦科特在2004年以4.3亿美元买下的到齐队限值约8亿美元 不过另一家芝加哥运动顾问公司则认为 到齐队的价值约为9到11亿美元之间 但从大联盟总裁齐利格所取得的讯息 到齐也有高达5.5亿的负债 比尔伯克找到中国一家由中共当局所拥有的投资机构 将提供12亿美元支援 若交易成功 这将是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最大宗收购案 美国华尔街日报评论指出 事件令人想起上世纪80年代 日本投资者收购纽约洛格菲勒中心 加州卵石滩高尔夫球场等地标性资产 结果日本经济马上跌下悬崖 从未恢复元气 评论质疑中共收购到齐队 可能出现中国版洛格菲勒中心收购案 大纪元新闻网报道 著名的咨询机构埃森泽曾经指出 从2008年到2010年间 中资外国并购案多达120宗 总金额超过6000亿人民币 值得注意的是 中资于外国的收购行动 已从侧重于能源领域 逐渐扩展至文化和休闲体育等领域 而据美国通网站近期的报道 中资银行去年为纽约市房地产 投入10亿美元贷款 来自中国的投资者正在购买豪华工具 以计划投入商业和住宅地产数亿美元 开发类似布鲁克林大西洋院 大样的工程 报道说 跟踪商业地产销售线时的资本分析总裁 法苏洛有一天梳理中资投资的纽约地产交易时 发现名单越来越长 让他感到非常吃惊 另据港媒报道 中国富豪黄怒波斥资880万美元 想购买冰岛一个300平方公里的牧场 计划建造户外娱乐区 引起外国媒体质疑 外媒担忧北京当局可能想获得在北大西洋战略立足点 方便中国在北极地区争取地缘政治利益 香港苹果报发表题为 中资93亿救美职棒球队 对外展示软实力 网民轰愚蠢文章 报道指出 中国内地有舆论称赞 收购盗体队是中国对外展示软实力的机会 但是不少网民炮轰当局愚蠢 有网民说 送礼也不能这么大方 如果是官方的钱 就请跟纳税人说清楚 新唐人记者林慧昕 葛雷综合报道